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電視牆 電視牆的效果 其實這個效果在很多地方還蠻常見的 那我們用AE的話其實也蠻容易做到的 而且呢 你會發現我們都是用內建的濾氣就可以完成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這邊 你先看一下像電視牆 這裡有一個大礙劇場 可以先擺一下 有沒有 很多會像這樣子在動的 好就動著 OK這是一個 另外那我們往下看小人物這個也可以 這個我就比較有感覺一點 因為前兩年 公共電視在虧這個 叫做愛情故事 他就是在公共電視裡面 他就是把以前的所謂的 以你們現在的角度來講叫老歌啦 但這個是我們大學年代的歌 所以我都覺得比較有感覺 他就是以一首歌為主軸 然後去發展成一個戲劇 那我就往後看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看是電視牆 這首歌可能就有聽過啦 好像奶茶這樣 好有沒有看到電視牆 電視牆不見得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就是 這樣子你也可以用這一種的 這個也可以 用我們目前AE的這個做法 也可以做到 另外這個就比較特殊 就是真的這樣一顆一顆組合起來的 也蠻特別的 他有教學影片 這裡也有他範例檔案 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這個十點前紀錄也是雷同 也是雷同 那麼像這邊也有 我可以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人文講堂 好你進來之後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他會有通常都會像這樣 有很多的組合啦 把很多的影片啊組合起來 當然你要一個一個做我們是不反對 可是你會發現會花比較多時間 另外這個愛情公寓這個也是比較久的 這從台灣出發的人 我們要對愛去嗎 我們在AE裡面 像剛剛那個翻頁效果都有 好他在後面 有沒有這樣電視牆 對不對 最後再組合七個主要的 好我們再往下看 往下看 反正這裡有很多雷同的 好就參考一下 我們要做的就是 剛剛你看到的 看到的這個翻領裡面 當然你不一定要是四方方的 像這個同學做的作業 他用台灣地圖也可以做 也是一樣可以做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 這裡呢 你要完成這個 有分兩個部分 就是我們翻領有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電視牆 一個就是後面那個線條 好就是前面這個 這個線條的部分 他有分成兩個部分來完成 那 我們第一個呢 就是下載這個 這個範例呢 是來自這個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一個日本的網站 所以如果你要他官方的 這裡也有 就是兩個已經做好的 兩個已經做好的 你也可以從這裡下載 那因為待會我們要從頭開始做 所以 這裡有那個 國家地理頻道的圖 因為你現在臨時應該找不到太多張嘛 所以我這裡有準備六十五張給你用 因為我們只要六十四張就好 多一張 多一張 待會呢 我們會用到的 就是在A裡面會用到的 主要是專場特效 專場特效 所以雖然看到 你看到好像他是3D的 可是實際上你會發現 所以我們電視牆的部分 就後面3D 線條不轉的話 電視牆的部分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到3D功能 因為他 這個轉場率去 本身就有3D 本身就有3D 所以你不用把它轉成3D突然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了 那 你會有遇到一些問題的 這我們再來跟各位解釋 那我剛剛講的 那個日本網站就是這一個 他也存在時間很久了 這個範例是從這邊借用的 從這裡接有 你到那官方網站 他就有提供 這個範例的那個原始檔 範例的那個專案檔 做完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那你把我們的 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下載下來 還有這個 圖檔把它下載下來 待會我們是先開Photoshop 先開Photoshop 你找到 如果你下載好了 你找到我們的這個 把它解壓縮一下 這裡 總共65張 好 這樣打開 就有看到這些桌布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個來 拼貼出來 拼貼出來 那待會呢 你要做的話 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用Photoshop 另外一個是用小驢子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我看一下 第一個 我放在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小軟體把它拿下來 我們之前 有用它來做 好像是做那個叫什麼 重新命名吧 喔 P4重新命名 那 這個軟體也可以做 我們今天要用到的這個縮圖 所以 你也可以把它 下載下來 等一下我兩個軟體 我都會介紹一下怎麼用 至於你要用哪一個就隨便 好吧 好吧